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根据可靠的信息向该媒体透露表示 中国统战部的副部长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陈小江 接替了66岁的张义炯 升任了中共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 主持统战部的日常工作 预料将介入港澳事务 陈小江此前长期在水利和纪检系统工作 一年前出掌中国的国家民委 才开始参与统战的事务 报道说本月24号的时候 中共的政治局召开会议 还研究了其他的事项 消息透露会议正式拍板 陈小江升任中共的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 在1月29号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赢新春 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 张义炯没有出席这一活动 陈小江与中共统战部的副部长 中国国务院侨办的主任 攀岳并肩而坐 座位在攀岳之上 此前攀岳在中国统战部副部长的排名 在陈小江之前 报道表示统战就是指的统一战线 被视为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中共统战部的主要职责是团结党外人士 争取大多数孤立及少数 港澳同胞被列为了统战的对象之一 经过机构改革之后 中共的统战部扩权 统管国家民委 并将国家宗教局和国务院侨办并入 目前中共的统战部的部长 由中共书记处的书记尤权来兼任 报道指出 1962年6月出生的陈小江 现年59岁 是浙江人 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 曾任中国水利报社的社长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2015年官场轨迹出现了转折 调任中共纪委宣传部的部长 晋升为副部级的官员 在第二年又空降辽宁省任省纪委的书记 处理轰动一时的辽宁会选案 2017年出任中共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副部长 晋升为正部级 2020年下半年内蒙古强推国家统编的教材 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陈小江在年底接替了巴特尔 担任中共统战部的副部长 国家名为主任 成为66年以来首位汉人的名为主任 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一年之后 陈小江升任中共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 权力大增 报道表示 参加了1月29号党外人士共赢新春座谈会 除了八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还有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2021年是中共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也必将是再入史册的一年 他表示 中共当局要办成一系列的大事要事 战胜一系列的风险挑战 另外习近平还强调 今年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 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迎接二十大 开好二十大 贯彻二十大精神来谋划和开展 要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好 再来看一下 佟丽娅和何润东现身评价餐馆举杯豪饮 在1月28号的凌晨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当中更新了一则动态 曝光了佟丽娅和何润东现身评价餐馆的视频 两个人的状态引起了关注 在视频当中 何润东身穿黑色长袖 戴着铜色系的帽子 佟丽娅则是穿着白色的羽绒马甲 两个人打扮得很随意 他们坐在一起亲切的交谈着 每眼间都带着笑意 佟丽娅显然是素颜出镜 室内的灯光也比较的昏暗 但是她的皮肤还是特别的白皙光滑 完全看不出是38岁的人 反而很有少女感 佟丽娅的肤色和何润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知他们听到朋友们说了什么 都笑得合不拢嘴 现场的气氛特别融合 何润东突然特别高兴的举杯好饮 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 餐桌上的其他人立马拍手叫好 佟丽娅对这样的场景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她只是温柔的笑着 并没有跟着起哄 何润东微微皱眉 慢慢将酒吞下去 不像之前那般的豪爽 佟丽娅一改往日温柔作风 霸气的用手指着对面的好友 一直与人热聊 堪称社交达人 可以看到他们外出聚餐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高档餐厅 这家店内装修很简陋 桌上大多是家常菜 摆放的饮料啤酒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佟丽娅和何润东毫不嫌弃 两个人在私底下没有明星架子 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接地气 最后佟丽娅微微嘟嘴卖萌 模样十分可爱 何润东可能是觉得喝了一杯酒不尽兴 又倒了一杯 看来他对自己的酒量还是很有信心 佟丽娅与何润东曾经合作过多部电视剧 两个人在戏里戏外都很有默契 或许是三观一致 他们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聚餐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了佟丽娅与一位神秘男子牵手的画面 于是很多人猜测两人的关系不简单 后来佟丽娅发文辟谣 称自己只是去朋友的饭店捧场吃火锅 与男性朋友抢着买单的时候 手不小心碰到了 他还晒出了当天的聚会照 何润东也在场 当时佟丽娅将手臂搭在何润东的肩膀上 做出剪刀手的姿态 男方则是满脸通红 似乎喝醉了 据说佟丽娅与陈思成官宣离婚之后 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状态 他在工作之余 与好友相聚 放松身心 生活得很充实 好 再来看一下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怒斥西方制造俄乌恐慌 表示资本脉流更可怕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西方国家和媒体渲染 其与俄罗斯冲突的方式 将使乌克兰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又称拜登总统的强颖言辞是一个错误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星期五也就是1月28号的时候 在一场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西方 不要因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而制造恐慌 他称这会促使资本外流 进一步的损害乌克兰长期以来脆弱的经济 泽伦斯基指出 他们不需要这种恐慌 这让乌克兰人损失惨重 报道说 虽然他没有否定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但是泽伦斯基在前一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 提到白宫过分强调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是一个错误 他也补充表示 他不认为现在的局势比以前更紧张 不过他指的不是情势不会升级 星期五早些时候 俄罗斯对美国发出的书面建议 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以回应其一系列的最后通牒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发出的替代方案比北约的更好 这些回应是针对俄罗斯本周稍早就北约自1997年以来的扩张 所发出的最后通牒 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集结了超过十万名的士兵 美国和欧洲先后曾警告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到底提出了什么北约所缺少的条件 但是美国一直坚持对北约盟友的义务 并表示北约的扩张与武力态势是不可谈判的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表示 华盛顿提出的替代方案包括了对欧洲的军事演习和导弹的限制 据他所称 美国现在正在等待莫斯科的说面答复 沙利文认为在乌克兰附近驻扎的部队是谈判策略当中令人无法接受的一部分 他表示如果我把枪放在桌子上 说我是为了和平而来的 这就是威胁 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的提案在他所说的次要问题上有理性的本质 他称这几乎是一个外交专利性的例子 同时他也将北约的回复描述为理想化 他表示他为写这些文字的人感到有些羞愧 对于针对普京的制裁 以及将该国从国际银行交易系统当中切断的计划 拉夫罗夫也提出了警告 称这将相当于切断外交关系 此外他还预计将在未来几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的时候与普京通话 试图敦促他走向外交途径 克里姆林公向马克龙复述了俄罗斯的不满 继北约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要求 而爱丽舍公强调 俄罗斯应该在后果与外交之间做出选择 为后者留下一条道路 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正在布鲁塞尔为乌克兰争取支持 华莱士此前曾撰文支持乌克兰 英国也曾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局长科尔在接受路特社的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俄罗斯还没有做出进攻的决定 卡尔向路特社表示 这场危机的发展可能千变万化 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卢卡申科星期五的时候发表讲话表示 只有在白俄罗斯或俄罗斯受到攻击的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发生战争 白俄罗斯目前正在接待俄罗斯的军队 并与俄罗斯进行战争演习 在中欧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 说他的国家将寻求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 因为该国面临着供应紧张的问题 匈牙利的外长西亚尔多星期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已经提出在该国临时部署更多的部队 并称匈牙利国防部正在讨论这个议题 斯洛伐克的外长科尔科克为自由派的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当中证实 与乌克兰接壤的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接收北越部队的谈判 以加强其防御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军舰正在黑海进行演习 好再来看一下美国跟德国发重磅警告 北溪二号跟普京本人都是制裁的目标 来自法管的报道表示 俄罗斯要求北约停止向乌克兰扩延 并要求西方军事力量重新退回到1997年以前的边界 莫斯科的要求全部遭到了欧美的拒绝 美俄谈判毫无结果唯一的希望是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五也就是1月28号的时候对话 双方表示降低局势紧张很有必要 这句话在分弦式看来更像是一句空洞的外交辞令 莫斯科声称将是两位领袖讨论的核心议题 被指控对俄罗斯立场暧昧支支吾吾的德国政府 星期四的时候力图澄清立场 表示西方正在准备的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强力反击制裁措施 包括了北溪二号 依据德国政府的明确表态 拜登政府的表态更加的断然 美国国务院的三号人物努兰警告说 我们要清楚无疑的告诉你们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管何种方式 北溪二号就完结了 西方可能同时会下令禁止俄罗斯进口尖端技术 华盛顿提出如果形势严重的话 可以把制裁目标直接对准普京 如果美国之前制裁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 以及已死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等些流氓国家的领导人那样 制裁包括了冻结外国资产 禁止任何金融交易活动等等 这一制裁极具象征意义 针对普京的制裁令 一旦发出双方的合作 可想而知将更加困难 克里姆林宫形容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想法 后果最严重的制裁 还有就是把俄罗斯的银行 从美元计算机制清除出去 或者从国际银行最主要的清算体系清除出去 从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 俄罗斯遭受了西方国家多次的经济制裁 持久的削弱了俄罗斯货币和外国投资 但是俄罗斯为了存活千方百计的重建堡垒 到1月1号的时候 俄罗斯国家基金已经达到了1570亿欧元 占GDP的12% 俄罗斯同时也是国际上负债率很少的国家之一 同时俄罗斯一直试图摆脱美元的主导地位 存储货币加大欧元和其他货币的分量 俄罗斯还启动了与VISA竞争的支付体系 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国家进行使用 制裁俄罗斯对欧盟产生的非来去效应是什么呢 欧洲仍然需要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 欧盟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 如果把俄罗斯从国际清算系统当中开除 欧盟如何向俄罗斯产品付款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且俄罗斯也有可能对欧盟关闭水龙头 另外俄罗斯正设法使其客户群体多样化 并越来越多的向中国提供产品 而其他的办法更有点自力更生 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还实施了一项名为替代进口的反制裁措施 主要是新鲜产品 例如俄罗斯在农业食品领域开发本地产品 做到尽量不使用荷兰西红柿或者是法国奶酪 西方制裁似乎并没有给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俄罗斯 政经界的精英们造成太大的痛苦 但是俄罗斯的民众多年以来遭受了制裁之苦 伴随着通货膨胀以及卢布不断的贬值 俄罗斯人的购买力持续的下降 尽管俄罗斯中央银行从2014年吸取了保护货币的教训 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卢布一直在下跌 对俄罗斯民众来说 制裁产生的影响、利剑效应 进口产品尤其是技术性产品 包括了智能手机、电脑等工具 十分昂贵 出国旅游也步履艰难 这些曾经都是2000年代所谓的新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象征 因此自2014年以来损失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 欧美经济制裁并未导致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改变路线 也似乎没有真正影响到普京事实上的终身执政